在日本一直以来有着泡温泉的习惯 当然在日本泡温泉有三大进气是一定要注意的 出现任何一条都有可能会被店家赶出去 尤其是女孩子 特别是不喜欢第三条 第一条就是身上不能有大面积的纹身 虽然日本是一个黑社会遍地的国家 日本的黑社会是按照纹身来区分地位的 并且黑社会在日本也有着一定的话语权 不可以让他们随便的就进入店中 可能会给其他客人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 影响泡温泉的生意 所以很多澡堂都会明论禁止 有大面积纹顺的客人入内 第二点泡温泉前一定要洗澡 温泉不是洗澡水 不能够说换就换 为了不影响后续客人的使用 澡堂一般都会规定 在泡温泉前一定要先洗澡 第三点是女孩子最不喜欢的一点 那就是一定要把衣服脱光 除了放松身心 温泉中的矿物质对人皮肤有一定的养护作用 所以泡温泉一般情况下 连浴巾都不要 这一点对于许多男生来说 或许还能接受 但许多女生表示无法接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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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